我很歡喜早上起來的時候 等於大家都 就是說整個境界還很晉級的時候 我就領會就是那種 晉級清晨那樣的晉級 在繁雜的事情當中 我的心也不會被干擾 那落實在環保 其實它是一貫的 師兄把債務撐下來這樣 那一段時間我覺得 那是我的世界末日 我心裡有在想 如果這樣的一個世間財 會讓兄弟不和 那是很無奈的事情 那我發願我要轉他 我就說我要讓他 變成是接引那個好人 然後發揚善的力量的地方 過了幾天 師兄主動跟我說 我看你們那些環保志工好辛苦喔 跑到那麼遠 那麼偏僻的地方做環保 不方便又不安全 你叫他來這裡做好不好 我會跟他們說 來這裡 我們就不用講我們家那些煩惱的事了 因為我們已經出家了嘛 我們已經從家裡出來 就不要管那一塊 來到這裡的話分享 就是你昨天或者你這幾天 或者你早上看到大海電視上人開始 一句話就好了 我就跟他們說結緣也要結法緣 是結合的人緣 世界包容 我們這裡結合人緣 他們一直在做環保 寒流也來做 下雨天也來做 元旦假日 我們這邊很少放假的 有一個文人他說他是 彈校有鴻爐嘛 往來無國丁 那我就跟他說那個境界不高 我這個境界才高 因為我都跟不退菩薩為伴侶 對呀